把各种纷纷扰扰先摆一边 王建民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七点半 进行了第一场小联盟的复健赛 那么现在上场主投四局 投了49球 最后国民队以4比3 击败了德州游记兵小联盟的体肤队 穿上国民队43号白色球衣 王建民小联盟复健赛手灯板 看起来气色不错 主投四局一共用了49球 被敲出四支安打 三次三阵掉一分 最后国民队以4比3 击败德州游记兵小联盟的体肤队 手的状况都完全是OK了 然后现在就只剩下 球的数量的部分 然后慢慢调整到回到100球 这样可以回到球场去丢球 手头付出表现不负众望 看起来已经走出婚坏情事件的阴霾 不过被问到外遇小三 在脸书上大反击的尴尬问题 王建民倒是面无表情 就是那个Sindy小姐 今天在他的脸书重新开了 很多人在台湾 对不起我们今天只回答 在球场上的问题 谢谢 经纪人连忙挡架 而问到有球迷远到而来力挺他 王建民则再次感谢球迷支持 就谢谢球迷嘛 然后我尽量做好自己 然后重新再来 事实上王建民这回复健赛手头 国民队也是相当重视 不但事前在官网上强大 球场荧幕上还大大放着 王建民的电子看板 更预告赛后还会释放烟火 而在拿下复健赛第一场渗透后 王建民预计五月下旬 有机会重回大联盟球场 纽约新闻中一亭 美国波多马克报道 她的主人 在拿下复健赛期访五月下旬 真帆 很十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